泰国猛男来马首秀引起争议 人权组织抨击地方政府发展部长尼可敏 对LGBT社群的漠不关心 称他的声明可能会进一步使这个边缘化的群体 面临歧视和暴力等风险 尼可敏在昨天表明 政府并不支持同性恋 双性恋与跨性别LGBT群体 因此希望该事件不会制造任何问题 他强调任何违反国家宪法的一方 都将受到法律制裁 正义姐妹组织联合创始人迪拉加表示 这种回应非常明显是歧视 不负责任何有害的 我认为把LGBT人群 表演者和内容 与推广享乐主义文化 亵渎和自由性行为相提并论 是一种危险的刻板 印象和谎言 过去几周 他和其他政治家的言论显示 他们对LGBT人群的理解 深度不足 我们强调 性取向 性别和性 是像种族 残疾等身份一样的身份认同 他们不是像这些 深受错误信息影响的 部长和民选代表 所说的生活方式 选择等 前律师工会主席安美嘉也认为 尼可敏的言论不合时宜 他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说 是时候停止欺凌边缘化 和受压迫的社区 只是为了增加宗教信誉 他们是否意识到 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 会使LGBT的生命 处于危险之中 我不想评论已取消的节目 但部长关于LGBT社群的言论 令人不安 人权组织南北行动组织执行长 阿德莲 今早发推文形容 尼可敏的言论令人震惊 他说 政治人物需要对发表这种 误导性言论负责并承担责任 这个令人震惊的声明 将加剧该社群 已经面临的严重误明化 增加未来暴力事件的风险 人民之声执行董事斯文表示 尼可敏应该撤回他的声明 他说 一桩现象是一种性别表达方式 并不一定反映 一个人的性取向或性身份 尼可敏的言论凸显了 他对性别认同和性取向问题 缺乏意识和敏感度 令人失望 最重要的是 尼可敏作为一个国家行为者的 当前指挥下 其行为是不负责任的 斯文说 通过持续社会 对LGBT社群产生误解 尼可敏的言论 加剧了该社群 已经面临的污名和歧视 这使得该社群 在实现基本权利 例如安全 就业和平等医疗保健方面 面临着障碍 并且合法化了 包括公众成员在内的 各方利益攸关者 对该社群 进行系统性的管制 暴力和骚扰 首相拿督斯里 安华表示 马来西亚计划 与阿富汗进行合作 并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 他指出 马来西亚已经向 伊斯兰合作组织OWIC 传达了这一立场 该组织也准备 为马来西亚和阿富汗 政府之间的关系 提供援助 安华昨日会见了 伊斯兰合作组织总秘书 胡先布拉辛塔哈 及其代表团 并发表了上述观点 然而 安华表示 马来西亚在妇女教育 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的 认为妇女接受教育的权利 不能被剥夺 他说 现在的问题在于 她们对待妇女教育的态度 无论是要专门为妇女 建立一所大学 或者专门的女子学校 这都是她们的选择 但她们不能否认 妇女接受教育的权利 此外 安华呼吁伊斯兰合作组织 采取更加坚决果断的行动 来应对伊斯兰恐惧症问题 他说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过度仇恨和反伊斯兰的态度 这是不合理且疯狂的态度 因为这会让人们以偏概全地厌恶所有穆斯林 蔑视和侮辱伊斯兰和其信徒 所以 在国际层面 我们强调 OIC必须事先做好准备 采取行动来应对伊斯兰恐惧症问题 安华也说 作为OIC其中一个创始国和活跃的成员 马来西亚会继续发挥作用 来处理全球穆斯林面对的各种问题 与此同时 土耳其将与马来西亚合作 并强调伊斯兰恐惧症的问题 以便人们更能了解 我们不应该允许西方一些仇恨宗教的团体攻击 但我应该采取一些方案 给予更坚定的答案 另外 他指出 自己也向OIC代表提出了巴勒斯坦的课题 并表明大马承诺会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人 捍卫权益的斗争 他希望大马能与OIC针对此事 保持密切的合作 在泰南课题上 安华说 他也表明大马将通过与泰国政府合作 来调解泰南问题的意愿 同时也致力于解决菲律宾南部穆斯林 说面对的问题 他说 就在在飞南棉兰岛课题上 他已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思表达了上述意愿 而这样一来 OIC本身能听取马菲双方所尝试采取的解决步骤 以帮助菲律宾和当地的穆斯林 此外 他表示 OIC也告知他们已采取了一些措施 包括由沙地阿拉伯政府组织的国际妇女会议 以强调妇女接受教育的重要性 柔佛苏丹伊布拉辛陛下表示 相比于其他前任首相 陛下能与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合作 根据星报报道 陛下表示能与安华相处得更好 因为他们经常通过会议和电话交换意见 特别是关于陛下对柔州发展的想法 我们会相互咨询 并针对如何更好的发展柔州仪式交换意见 陛下表示 安华政府必须不辜负国人 对他们能产出腐败的高度期望 因为腐败就犹如癌症般 陛下说 如今现任政府已上位一百天 所以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 在根除腐败方面 以没有任何借口 如果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都可以入狱 那其他人呢 马来西亚的名誉 因腐败丑闻而受损 我们需要根除这个癌症 陛下直指腐败问题 令马来西亚生育受损 必须摆脱这个问题 他因此敦促安华及其他相关机构 必须采取符合大马人民期望的任何行动 另外 陛下再次提及 柔佛州内的道路情况非常糟糕 更形容 甚至是盲人开车 都知道自己抵达柔佛州 陛下透露 他近期从哥打丁仪前往丰盛港时 因路动导致其豪车轮往损坏 但至少现任政府 非常认真探导我们关切的问题 感谢观看 因为它是盲人的学校 都知道是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